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要说国人什么工程强 那得是面子工程 名牌包包 名牌衣服 好像面子强了 里子也能强 不过有人却在其中发现了商机 花4万买了辆高仿劳斯莱斯 开一年就赚了20万 不得不说 他还是很有商业头脑的 车主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 对目前婚庆市场有自己的见解 他表示 现在的年轻人都比较爱面子 重排场 特别是结婚这种重要场合 婚车就是拿来打头证的 加上有家里人从事婚庆行业 所以萌生了买辆车做婚车的想法 不过由于资金不足 只能在二手车里寻找目标 最后经朋友介绍 花4万搞定了一辆劳斯莱斯 这是一辆老款克莱斯勒300C 有些复古的造型 双色设计 再加上大面积的进气格栅中网 外观和劳斯莱斯有些神似 搭载的是排量为5.7升V8发动机 动力在目前汽车市场 也算得上豪车级别 外出行车安全最重要 二手汽车更是不能忽视 他把车辆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大检查 各主要部件性能完好 只换了零星小件 将车辆里外清洗换星后 一辆豪华版婚车出现在眼前 他将做婚亲的姐姐 给他找租婚车的活 结果他的克莱斯勒300C大受好评 一个星期便赚了1万元 小伙子尝到甜头 干得更起劲了 一年下来 做婚车的收入约为20万 除去日常开支与汽车油费保养等 当初买车的钱也翻了好几倍 克莱斯勒300C 唯一的缺点应该是 大排量带来的偏高油耗 不过对于他所带来的利益来看 也可忽略不计了 老铁们 考虑整辆来开开吗